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弟師妹早晨 讓我們開始去聆聽主導爾仙 我們就一起一起和心低頭 去仰望我們的主、我們的神 藉著討告如背我的心思意念 去明白主的啟示 讓我們一起和心低頭討告 父神多謝你 讓我們能夠再次回到 在你的獨生兒子的啟示當中 讓我們明白到怎樣 今天去繼續憑殉而活 求主你的幫助 讓每一個屬主你的子民 都能夠在今天再次藉著你的說話 得到堅固 也要讓我們每一個 渴望追求主你的每一個屬神子民 能夠在面對 遭周的生命生活的過程當中 能夠真是 憑著依賴上主你的教訓 不妥協去面對這個世界 好,使我們真正的主義的道理 是藉著每一個有信的人 能夠顯明在今天這個 彎曲伯茂的世代當中 求你的帶領 討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聖的明知依靠 阿們 每一年 在加拿大 無論是秋季的末時 或者夏季的最初 我們都必然會做一件事 就是換雪胎 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偶爾都會找人換雪胎 譬如有些時候我自己不舒服 但主要普通時間裡 都是我自己去換的 換雪胎當然 其實不是很複雜的事 有沒有提醒自己換雪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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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東有嗎? 我換雪胎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因為在下初 秋末的時間 要找人換雪胎 是很麻煩的 約時間 約一些我根本不會去得到的時間 於是我就很喜歡自己換雪胎 但是呢 換雪胎其實步驟很簡單 就是在一間房間 托起一輛車 然後拆開四輪的螺絲 然後輪胎鬆出來 就換回一個 已經有一條雪胎的輪胎 上去 就托上去 上回螺絲 計算一輪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不過呢 一年呢 因為我那輛車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時候 應該已經駕駛了16年 當那輛車 其實那輛車不錯 我很喜歡那輛車 那輛車不是賣廣告 不說哪輛車 你有興趣想知道 我之後告訴你 這輛車 因為要換雪胎 當我托起的時候 就拆開 拆開 拆開的時候 發現原來這輛車 三條都很順利拆得到 但是去到最後那一條 還是前輪胎 就拆開 也拆開不了 因為 這輛車已經十幾年 你可以想像到 那輛車的生鏽情況 在一個什麼地步 那輛車的生鏽情況 就拆開了 那我就拆開了 那拆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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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出一些 暴力 然後就去 汽車零件公司 就問你怎麼拆好 那他人說 你擠些東西下去 可以鬆一點 我說擠過 都不行 醃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他說不行 一個多兩個小時 醃了一晚 我說我的車要開 現在三條胎 就變成是四季胎 一條胎 雪胎 搞不定 他說 你唯有就要出一些暴力 我說怎樣 他就買一個十字的 拆螺絲的工具 那我就買了 那個工具也不是很貴 我記得三十多元 現在不知道多少錢 他說 你放上去 十字的 就受力一點 就很拉一點 我回去就馬上買了 馬上試 拆不出 拆不出 那怎麼辦呢 於是 他說要出一些暴力 那我就想起 我也有差不多一個噸位 那我就 插了一個十字的 儀器上去 即是工具上去 然後整個人就 跳下去 其中一個 那條鐵棒那裡 不跳就由是可 一跳就出事了 一跳就出事了 一跳呢 不是斷的 你估計是斷 不是斷的 那顆螺絲滑了啞 啊 出事了 那你就知道了 到這個情況 你千萬不要告訴你 家裡任何人知道 因為一定會被人罵 你為何搞到這樣的地步 你又不是沒有錢 為何不找人弄呢 其實他們不明白 很多事情背後 為何要這樣做 因為訂時間是不可能的 現在很難訂時間 找人弄車 即是現在很困難 即是現在 我換開螺絲那間 又說現在不換了 只是換輪胎 不換輪胎 那我怎麼搞呢 沒有辦法 死死地氣 就要回去找車房做 終於約了一個 叫做雙屬的車房 那我去到 就跟她說 那我就 很愚蠢地跟她說 她說 為何你要來找我呢 我說 在電話裡說 我拆不了一條輪胎 她說 怎樣拆不了 很容易 你都拆了三條 你告訴我 為何還有一條不拆 她說 不是拆不了 不過 拆到滑了眼 哇 被她笑到 在車房笑了我很久 她說 有沒有搞錯 我弄車這麼久 都沒試過 弄到螺絲口都已經生了 會洩了 即是 你找一支 找一支槍就可以了 叫做 Hammer Gun 就可以 把那顆螺絲打出來 她一邊弄 一邊笑 她說 你怎樣 我們沒試過 弄到螺絲都會滑啞的 你怎樣弄 我又要在現場表演一次 給她看 她再表演一次 讓她再笑一次 很愚蠢 很愚蠢 但是 其實她有一個商術車房 她就不是收我很貴的錢 只要拆了那顆螺絲 原來那顆螺絲 後面那顆釘 還捆了 那 就要把那顆螺絲打出來 然後 就換 換也不是問題 最麻煩的就是 等很久 在那裡 又要那顆釘 有貨 在原廠的車行拿出來 有時候一些很少的事情 看起來是很少很少 換胎那麼少的事情 衛東都連連換 換兩步 都不是有什麼問題 但是有時候 小的問題 不要以為小就可以 調以輕心 有時候有些事情 真的 小問題可能促成了很多大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是需要用很多的努力 金錢 才去處理得到的 我慶幸那次 不是花很多錢 不過 我講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其實想跟大家說 很多時候 我們基督徒對於 聚的看法 其實看得很輕 聚有時候只是小小的聚 小小的聚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很小小的聚 其實可以很能夠影響到你整個人 那個屬靈的發展 甚至你其他的靈性的斷定能力 我們稱之為 spiritual discernment 最可怕的一件事 而更加是在教會裏面 有些人認為 聚有分大小 大聚就先處理 小聚可以 上帝會覺得OK 放過你 人而已 人也有犯錯 小錯不要緊 其實不是 有很多信徒以為 小聚 甚至有些目者 是說小聚 大聚 上帝不會計得那麼仔細 大聚才跟你計算 我可以告訴大家 無論聚或小或大都好 其實都很容易牽引到我們 在很多屬靈的上面 有很多的跌倒 是我們沒有預計到的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去看的 第24章 第15至28節的 《馬太福音》的經文 其實就是想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不要太栽培 很愛的靈性的話 當我們在末世的時候 一遇見一些挑戰 或者甚至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似乎我們可以向最屈膝 可以讓步一下的時候 可能導致到那個影響 是你估計不到 甚至想來修補 都沒有時間給你修補 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思想的 題目經文是叫做 《摩西時代神的選民的內外艱辛》 《殉途所面對的引誘》 有時候好像外面叫我們抉擇 做不做一件壞事 或者做一件同流合污的事 但其實在裡面的掙扎 反而同樣是反映到我們 那些靈性 究竟有沒有很專注在 我們可以珍惜和神這個選民的身份 所以今天這段聖經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量點 就是我們作為一個神選民的身份 而這個身份甚至會影響到今天 上帝如何在我們身邊的人 讓他們能否接觸認信上主 讓我們再次回到這段聖經去讀一下 好嗎? 這段聖經 很多時候是用作講《摩西》的景象 但我們再仔細看看 其實是否想說這件事 一起打開《馬太福音》第24章15至28節 我們一起讀好了,好嗎? 你們看見先知 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 暫在聖地 讀者經的人須要回兒 那時在猶太的 應當逃到山上 再防上的 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 再田裡的 也不要回去取家常 當那些日子 懷孕的和乃孩子的有和了 你們應當祈求 叫你們逃走的時候 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 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 沒有這樣的大災難 後來也必沒有 若不減少那日子 凡有血氣的 總沒有一個得救 只是為選民 那日子必減少了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 基督在這裏 或說基督在那裏 你們不要信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 將要起來 遍大神跡 大騎士 倘若能行 連選民也就迷惑了 看啊 我預先告訴你們了 若有人對你們說 看啊 基督在曠野裏 不要出去 白雪 看啊 基督在內屋中 你們不要信 閃電從東邊發出 直到西邊 人子降臨也要 這樣 施首在那裏 嬰也罪在那裏 這段聖經 我相信你會 很片段地去聽過很多的內容 甚至在近代有一個邪教 叫做東方閃電 都引用這段聖經 來印證他們的合法性 但這段聖經想說什麽呢 你們走的時候逃跑 不要遇見東天和安息日 你會說什麽呢 通常如果你讀到這段聖經 我相信你第一個的反應就是 讀完 不要管他為什麽 末世是很混亂 講完 哥數信徒 看這段聖經也是這樣說 有些牧者拿出來大作文章 拿來講到 末世是很恐怖的 怎樣怎樣 不如你要聽我說 因為在末世裡有很多假先知 假基督等等 你聽我說就不是了 我就不是假先知 假基督 用這段聖經來反彼 去鞏固自己的可信性 天聖經想說什麽呢 我先看看上文說什麽 在上文我們已經講過 在末世的當中 我們需要一個 可以一直持守真理 而不被騙到的 一個信徒的生命 在末世的時候 有很多人會起來去欺騙我們 上文我已經講過 不詳細講了 如果再講 又多一個多小時 但是 當我們要去好好面對 不受騙 其中一個最重要 或者甚至是唯一最重要 就是我們要去熟讀聖經 當我們熟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去量度到 我們所聽到的東西 是真還是假 所以在上一課的講讀 裡面 我在最後結論說 弟兄姊妹 千萬千萬不要崇拜全道人 全道人 是有好的 有不好的 好的 你就聽他多說 不好的 你要從他不好的裡面 聽到他怎麼不好 千萬不要崇拜全道人 包括我 我不是一個值得你去崇拜 或者認為絕不會錯的人 我不是 我只是人 我和你是一樣 我們去敬拜的只有一位 就是我們上主 但是在今時今日的教會裡面 實在太吸引 很多很著名的講員 那些人一說他的名字 哎呀他很出名的 哎呀他講話很好笑的 哎呀他的聲音很好聽的 哎呀他講的東西很有心度 哎呀他講的東西很有心度 我們就變成 馬上盲目去跟從 甚至我們完全脫離了聖經裡面 原本想講的東西 是甚麼 真正能夠去量度 我們所聽到的 是不是上帝的說話 上帝的啟示 就唯有靠我們這本聖經去量度 所以因此我們必須要好好地去讀好 我們這本聖經 而去在這個時代裡面 過關斬仗 我們會遇見很多各式各樣的信仰 各式各樣的思維 各式各樣的人 他有很不同的哲學觀 有很多不同的神學觀 甚至有很多不同的宗教觀 來影響我們 而這些人很多時候就扮演了 就像一個救世主的角色 我們如何處理 如何面對 今天這段聖經就開始進一步 帶領我們去處理 第一件事 在這裡 從第十五節至十九節裡面 這裡談論到的就是 叫我們不要再延遲去投靠上帝 因為當我們信主之後 無時無刻的都要謹慎地跟從上主 不要在那裡 雖然我都信了主 我都受了浸 但有時候有些事情 不要撿得那麼緊 不要那麼緊張 是否這樣呢? 我們仔細看看 這段聖經說什麼 十五至十九節 在這裡 耶穌一開始這樣說 他說 你們看見先知 但以你所說的 哪行毀壞可憎的 暫在聖地 讀者經的人 需要回義 你應該馬上就會問 上文剛剛說完這個 末世的景象 有很多人來欺騙信徒 耶穌無緣無故 為何說了一番 這樣的說話出來呢? 為何耶穌說 你們看見先知 但以你所說的 那行毀壞可憎的 暫在聖地 說什麼? 還要加多一句 為何 讀者經的人 需要回義 我想如果我現在 隨便在他當中 抽一個人出來問 你都不知道 這句聖經想說什麼 所以我原本想 盲蹤蹤地點一個 不過我覺得 不如我解釋給大家聽 會好些 首先 要解釋這節聖經 我們一定要首先明白 耶穌想引用這一個的記載 是說什麼 前文說到 有很多人在欺控著 信徒 你們會被欺騙 但以你 有什麼意思 有什麼關係 這句說話 哪行毀 哪行毀壞可憎的 就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示 耶穌說給當時的門徒知道 他們很自然會知道 舊約裏面 有一個先知 但以你 說過什麼 其中 但以你書裏面 最常聽見其中一個 很獨特的記載 就是 哪行毀壞可憎的 在彈以你書裏面 曾經四次出現過這一節的陳述 都要告訴我們 有一個會來摧毀這些 行可憎厭的事情的人 什麼意思 原來要了解這句說話 我們必須要理解彈以你書的第九章 這句說話其中出現的 就是在彈以你書的第27節裏面 我們一起打開彈以你書 好嗎 大家都有電子聖經 現在比我快了 彈以你書的第九章 第27節 它這裡這樣說 一七之內 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 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自與貢獻止息 哪行毀壞可憎的 如非而來 並且有憤怒傾在哪行毀壞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結局 在這一節的聖經的裏面 特別留意 將哪行毀壞可憎的 加了一個括號寫著 它的意思是什麼 或亦死地方兩 當我們去讀到這一句說話的時候 回顧耶穌在前文 當門徒走來又要去展示給 或者帶耶穌去參觀一下聖殿 然後耶穌出了聖殿山 去到橄欖山 看回頭的時候 這幫門徒又走來去騷擾耶穌 又跟耶穌去講一段說話 耶穌於是乎就跟他們講了一段說話 是甚麼說話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這個聖殿上面 每一塊現在踏在上面的石 將來每一塊會存留在上面 即是這個聖殿會被摧毀成為荒涼之地 耶穌來到這裏第十三節 引用彈以利所講到哪行毀壞可憎的 這句說話 其實是回應彈以利先知昔日針對以色聯盟 那種虛偽的信仰狀態 要了解這段整段的聖經 我們必須要了解整段的 彈以利書的第九章想講些甚麼 因為彈以利書的第九章都頗長 我不會跟大家詳細去讀 不過我可以簡單些去介紹給大家聽 彈以利書的第九章 基本上是談論到在米底亞族的阿哈徐老的兒子戴樓士 立為加勒底王的元年的時候 記載了一連串 以色列民的一個情況 以色列民其實在這個情況 和這個世代已經有很多妥協 因為他們在秘魯的狀態之下 去到外國人的世界當中 大家都只顧著賺錢 哪有空 還要理甚麼神的說話 神的啟示 尤其是神的典 武雷公那麼遠 也去不到耶路撒冷 更加欠不到祭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但以你才能見到以色列民的墮落 於是乎 接著去到為以色列民這種種的現象去討告 這些是留在你這個星期的靈修的功課 但以你很擇心為到以色列民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要希望以色列民真是懊悔 就是從第一節 不是一節 從第三節開始 但以你便開始禁食討告 便去到第十九節 但當祂討告的過程當中 祈求上帝真是紀念以色列民 並且希望以色列民可以得到赦免 我們進入到第二十節至到第二十七節 我們便會發現到 但以你有一個突然而來的經驗 我們看一看第二十節 第二十節這樣說 他說 我說話討告 承認我的罪和本國知以色列民的罪 為我神的聖山在耶和華我神面前懇求 留意一下這裏有很多東西 一會兒會出現在我們的經文裏 談論到 山 討告 於是乎怎樣 向耶和華在此懇求的時候 二十一節 我正討告的時候 先前在異象中所見過的那位加伯烈 其實這裏原文是說神人那伯 加伯烈 奉命迅速飛來 留意 迅速飛來 若在獻晚祭的時候 按手在我身上 並且跟著怎樣說 說了一番真是勾頭的說話 他怎樣說 但以利 現在我出來要使你有智慧有聰明 你懇求的時候就發出命令 我來告訴你 因你大蒙年蒙愛 所以你要思想明白 或者以下的事和異象 原來講了一個異象 讓他們知道 先知接受異象 即是要向以色列文通報 究竟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我們看回這段聖經從 第二十四節 一直談論到去到 第二十七節的裏面 就談論到 原來以色列文當中有七十個七的經歷 有些大兄姐妹說七十個七是甚麼 但以利書因為屬於啟示性文學 或神顯的文學 所以七十個七是象徵著有七個時代 這個時代絕非短的時間 才指著罪過 隨正這個罪惡 屬盡罪孽 引盡永逸 原來要經過一連串的 掙扎 才進入到永逸的裏面 於是如何 封住了異象 然後和預言 並高至聖者 你當知道 當明白 從出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的軍的時候 這段時間 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正在艱難的時候 然後耶路撒冷 連街帶豪都必重新建造 原來有一連串的災難 會出現在耶路撒冷的上面 而在這個種種的過程當中 會進入了荒涼的局面 這些大家詳細再去看看 於是去到剛才我們所說的二十七節 一七之內 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 一七之伴 他必使祭自與貢獻止息 那行毀壞可憎的 如非而來 哇 當立完約之後 這些可憎的事 很多會發生 並且憤怒傾在那行毀壞 人的身上 結局才會結束 聽師妹說了這麼多 看了這麼多 舊約的聖經 在旦爾里書裡面 想說些什麼事 耶穌 其實耶穌想說給你 和我知道 當我們在這個末世的時代 即是從耶穌出生降世 以至於 祂再回來 最終的日日子 這個時間裡面 他和一群藥民 這群藥民必須要 盡快投入在 上帝的裡面 而不是 猶猶而而在 犯罪 未到的 這個信息在二十四章裡面 至二十五章裡面 非常之強烈 殉途最大的問題 就是今天我們見不到上帝 於是我們覺得 既然見不到上帝 見不到耶穌說 祂會再回來的時候 我們 先等一下 接著就是很多 拖延的做法 但是這段聖經說什麼 我們再看回 第二十四章 第十五至十九節 耶穌說了一連串的背景 你們其實已經明白到 你們其實如果是屬神的子民 你們應該在這個情況 遇到會面對一連串的 犯罪的事情 不斷加增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們要預備 隨時主會回來去審判 當主審判的時候 你們就要怎樣 要逃往那山上 哪個山啊? 剛才我才說過而已 從頭到尾所指的 在《但以理書》裡面 都是指耶路撒冷山 逃上那個山做什麼呢? 回到上帝的殿裡面 回到上帝的懷抱裡面 而不是跟這幫人去糾合 或者跟這幫人認同 急促的情況 記載在這裏 怎樣呢? 十七節 再防上的 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 再田裡的 也不要回去取衣償 說什麼呢? 有些傳道人不懂解 這段聖經就在這裏說 當末世的被召的時候 突然之間 不見了 在房頂上做事 不見了 或者那些在田間做事 最初不見了 因為他們引用之前所說的 在田裡突然間少了 在房頂上少了 這是這樣的記載 其實這段聖經想告訴他 就是要知道 在一個日常原本你在做工作的時候 當審判一來到的時候 你不要再想太多事情了 你在房頂上做事 你不要再說 等多一會 讓我回到房頂上 拿回一些東西才走 或者你在田間做事的時候 或者怎樣 然後怎樣 等我回去拿回衣服 主來到就來到 你快點回到上帝的懷抱裡 而不是還在那裡拖延 接著來到第十九節 當那些日子懷孕和 乃孩子的就有和了 這句聖經 其實是回應 在前文第二十四章 第八節 第二十八章第八節 在我解釋給大家聽的時候 和合本是這樣寫的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但請留意 和合本的翻譯這次也比較聰明 在災難後面加個括號 解釋這句說話 原文是什麼 是生產之難 原來 神的子民 無論有多艱難 多困苦 他們因為知道將來 要在上主的裏面 今天所遇見的災難 已經不是一件什麼回事 記得嗎? 我在講到的時候 我講過 一個媽媽生產 很辛苦的 但生產過後 當她看到她的寶寶 健健康康抱在她懷抱裡 她的媽媽還有沒有這麼多時間 去考慮 怎樣去到 哎呀,我多辛苦 多痛楚 沒有了 It's not a big deal 我已經看到我所見到的 我的兒子或者女兒 她全心的就是 如何把她的寶寶 和她的寶寶 一起的生活 撫養她的成長 回到這段聖經 當那些日子 在這個暈暈的迫白的時間 懷孕和乃孩的有禍鳥 這裏重新回到 先前所說的 一個媽媽的經歷 從她懷孕到生子 到她養育這個兒子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有盼望的時候 如果她仍然延遲的話 你就算有多少盼望 和兒子或者女兒 撫養她成人 沒有了 耶穌在這裏所陳述的 這一連串的介紹 是告訴我們 每一個屬神的子民知道 我們在上主回來的日子 我們在不知道的時候 不要走來懶懶走 在這裏覺得 可以拖一下 等一下 到時候才算 英文有一個字 很好用的 叫做procrastination procrastination是什麽意思 拖延 文雅叫做拖延 廣東話是怎麽用的 丟波鐘 今天很多信徒在丟波鐘 上帝還未回來 回教會 追求上帝的道理 遲些 未快吧 遲些有很多比喻 接著二十四章 聽到你悶 遲些 信徒 不要說回教會 沒有回教會 只會說回教會 那些 是否真的帶著一個追求上主的心 還是只是履行一個宗教責任 我最近在網上聽到一個 香港基督教的機構說 信徒主是否一定要回教會 請了幾位很出名的牧師說 我有些失望 其實說到底他們仍然是 一定要回教會 你等於得救 我又不是走向極端 不回教會都可以得救 但是現在 即使你回教會 你是不是在那裡扔波鐘 牧師說到 牧師一開口說到你就開始反白眼了 他很奇怪 講完道後 他又會馬上回復清醒 就好像那些人乘巴士 在香港 不知道有沒有見過 下班的時候 我曾經試過 我讀書的時候 一上巴士就 坐滿人 坐我旁邊有個女孩 最多很多斯文 應該回寫字樓工 一上車她就睡了 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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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我吃虧一點 其實不是吃虧一點 說真的 沒有位置移動 因為車塞滿人 很奇怪 巴士一到站就會起床 還不是最後的站 中間他要下車的站 他會曉得起床 為何這麼多信徒是這樣 因為他怎樣 是否真的想回教會 想追求上主 耶稣在這裏其實展示出這種情況 其實和旦以理書裏面的以色列文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去到外邦人的世界裏面 在外邦人的管治之下 他們以為上帝好像 有個信仰就有個信仰 不過回去 回去便回去 有得回去便回去 沒有得回去便不回去 可有可無 但以你便看見當時的以色列文有這個問題 頂之門 但以你看見的信徒 他的 以色列文的上帝的子民 就是這樣的信仰 因此 當我們在這樣的境況之下 我們真的要決絕地去和罪斬纜 二十節 你們應當 祈求 叫你們逃走的時候 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 這個更有趣 為何耶稣在這裏這樣說 希望你們逃走的 你們要走的 你們真的要走的 不過要走的時候 希望不要是冬天和是安息日 冬天出了名便是難走的 不要說哪裏 冬天要穿很多衣服 就算是中東的地方 加拿大不用說的 冬天要你出去街上 整妝待發 為何在這裏說不要是安息日 這是給我們信徒聽的 安息日是甚麼日子 敬拜神 那時二千年去以色列讀書 有一刻到安息日 那個日落時間 不知道今天幾點鐘 全部人都回家了 不出聲 是安息日的時候 你逃跑 是甚麼事情 准不准你在安息日逃跑 安息日回家 不准動 對吧 然後只剩下一個活動 就是安息日的最後尾聲 你去到你附近的會堂 走也不走得多 然後去敬拜上帝 為何這句說話是給基督徒 或者信徒聽的呢 在當時耶穌基督的時代 是甚麼人掌管耶路撒冷 整個猶太人的信仰 一群猶太的拉筆 包括法尼賽人 殺刀該人 以及眾多的民事祭司長 這群人掌控著當時 宗教的活動 你不回教會 不對不起 不回會堂 不回耶路撒冷的聖殿 敬拜上帝 你有問題 安息日又不能走 又要逼迫回去敬拜 但其實耶穌在這裏 展現出一種很刁難的狀態 在這個情況 你應該回到上帝的面前 不是回到這群人的裏面 按照這群人的生活模式 帶到你律法主義 安息日要守 安息日禮拜 安息日要怎樣 不要做事在家裡 你逃跑 違規 直賴 耶穌想在這裏告訴我們 這群人在這個情況 所作出的只是假冒偽善的敬拜 就好像《彈以利》書第9章 和第1節至第19節裏的記載 以色列民如何虛偽地活在 他們當時的外邦世界裏面 要到彈以利作為一位先知為他們討告 但是當彈以利為以色列民討告的時候 但是上帝的神伯加伯烈來到這個時候 跟他們說 還有一段時間去經歷嗎? 問題是我們今天能否與罪斬難 還是我願意存留在我們周遭的 那些在謀生的生活中 當然我相信耶穌強調的 就是信徒在靈性上的層面 如果你只是為著 你的生活 而妥協 你其實與這些猶太人的領袖 在耶路撒冷 若果果有一天 在留言錄 你會不一樣 通常講的話 應該處理每天都是忽快實際上的 透過的觀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有没有彻底地赶快回到上帝的面前 亲近上帝,还是你仍在搞宗教活动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于是点出当时以色列文的问题 就如昔日但以理书的一样 既然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会面对更连串的灾难发生 要努力地离开这些罪恶 有时,神真的不忍见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看看从第20节至第22节 当上帝见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们要处理 我们一起读,好吗?第20节至第22节 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 不要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好漂亮啊! 上帝原来因着有一班仍然是忠信他的选民 于是他将这种灾难由一个减少的行动 我称之为上帝的破坏管理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些灾难等等的邪恶罪行 是不是上帝促成的呢?不是 其实是这班以色列民 他自己在和世俗打交道的时候 所作出的种种行为 在这种种行为的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这些灾难的程度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也都顺带我在这里说多一句 在神学的里面就有一些讲关于末世的观念 有三种的观念 第一种的观念就是这个世界 基督徒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要努力 于是我们可以改进这个世界 第二个的观念就是 上帝本来看见这个世界在罪捆绑之后 从头到尾都是这么坏的 搞来都无谓 基督徒不需要做什么见证 就是这么坏的 第三个就是上帝看到罪的可怕 在这个世界人的罪会越来越多 信徒在这个世界里面 即使多努力都好 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堕落的现象 而这个世界最终被摧毁 被什么摧毁? 被人所做出来的罪所摧毁 我在这三个神学的宣告里面 但是我相信最合乎圣经的 是去到最后最后的一个 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 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 让它变成更知善至美 虽然有很多信徒在这样做 但我老实地说 这个一定不会达到一个目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他们 我们现今这个世界将会是过去 会有一个新天新地而来 如果你可以改变 改进这个世界 就不需要过去的了 这个世界 不需要一个新天新地出来的 有一批信徒 甚至我们就是创造新天新地的人 我心想创造新天新地不道理 读清楚本圣经 是耶稣预备的 所以我们会面对 越来越堕落的这个世界 而堕落的世界 对着一帮正在努力的信徒 在当中仍然紧靠上帝 他们是很难受的 而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无论在逃难日子 冬天也好 或者是安息也好 这是一个实质的环境 还是一个熟灵的层次 都是很困难的状况 我们不能逃避 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说 哎呀我不想受苦 甚至有一个 我以前在香港听过一个传道人 我其实很不接受这个传道人 还叫自己神学博士 经常说信了耶稣之后 使你的人生更丰盛 上帝更加祝福你 信了耶稣 我什么都能够搞定 将它交托给上帝 上帝都搞定了 这种信仰 在基督教会里面 我不敢说西方 我特别在华人教会 我活这么多年 是很猖獗的一种 或者很流行的一种说法 因为信徒只信了主 所有事情都会搞定 上主会帮你搞定 有困难帮你妥善处理 如果从这段圣经所说的 你怀人也好 你乃孩子也好 在这个情况下 你仍然会面对这些灾难 神简孙的子民 同样会受到 这个世界的人的罪 所衍生出来的灾难所影响 但是这个情况 就更好来反映出 我们一个属神的子民 他的真正的灵性状态 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 刚才我们所说的 第1至第19节 特别去到第21节的时候 他很强调说到 神的以色列文 如何才真正被神 成为一个选文的主题 而来到这段圣经 无独有偶 耶稣说了一件事 这个现象会一直衍生下去 越来越困难 从创世以前做到 如今 耶稣说话的时候 这种灾难也未停过 人的罪越来越残酷 我想不用我说 今天你和我见到这个世界 都是这样的情况 当我们见到这样残酷的世界的时候 你仍然是否一个选民的身份 你有没有守着这个身份 还是算数 反正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是堕落的 这个世界 牧师也说了 做多少都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做来做什么 你可以失望 这是上文说过的 你的爱心渐渐会冷淡 你能不能够抵御到这种 种种的 这种试探 或者这种思维 信耶稣信尼做什么 信耶稣那些 我都见过那些信了耶稣 都是这么坏的 信尼做什么 你听上来是 信耶稣那些都是这么坏 不如不要信 人将罪恶不断推向极点 但上帝却是因为有神的子民在其间 因此他要来一个了断 所以我们看这节圣经第二十二节 他都要说 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 只是为选民 那日子必减少了 耶稣在这里 告诉我们 原来神的子民活在一个 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 是促成这个世界有一个 紫色的日子 用广东话好说 上帝会来一个 埋单的日子 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世界埋单呢? 不是因为想这个世界毁灭 而是要为了他的选民 才来一个了结 上帝要推毁这个世界 摧毁他用什么 还是因为他的选民在其中 他要私人拯救 以色列文是否很好的以色列文 在旧约里面 以色列文是很好的子民 常常都背叛上帝 犯罪极多 犯完一次又一次 去到哪里又犯一次 上帝给他很多次悔过的机会 这个便是史思记的主题 但是这个运作 我们看见 好像旧约的史思记 不断的以色文越来越堕落 史思记的结束是什么? 各人按自己喜欢所做的去做 和合本的翻译叫做 各人任意而行 但是为什么上帝要拯救以色列文? 这么坏 甚至上帝曾经跟摩西说 我想摧毁这个以色列文 但是摩西了解上帝的心思 上帝 因为这些是你的选民 文数记第九章有介绍的 上帝拯救这个世界 摆我们作为一群熟神的子民 中心的熟神子民 仍然在这个世界里面 没错我们会面对困难 会面对试探 会面对他们的挑战 甚至因为这些罪恶 我们会受伤害 上帝会埋单 因为他为了我们这群肯相信他的人 要拯救我们 弟兄姊妹 保罗曾经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说过 我们一起回去肥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三节 好吗? 肥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三节 我们找到之后一起读吧 好吗? 我们看看一个真正的信徒的生命 在这个世界 肥立比书第一章 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节 一起读吧 我征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事好得无比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 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你看到吗? 肃神的子民 你估不知这个世界是很可怕? 保罗都知道 你行善 你估这个世界的人会欣赏你? 你行善的人只会觉得你傻子 但是怎么样? 保罗说我走去离开你更好 不过我仍然存留在这里 因为我为了你们更重要 希望你们明白真理得到拯救 信徒的生命是这样的 去到最后尾 第二十三至二十八节 耶稣在这里作出了三个预先的境界 这三个预先的境界是什么呢? 其实目的是要信徒很好的预备 第一个境界 耶稣说 看啊 有些人这样说 看啊 这是基督 这正是他 耶稣在这里斩钉截铁地跟他说 不要相信这些人 耶稣继续在二十五、二十六节里面 同样继续说 有一大群人会跟你说 看啊 看啊 基督正在抗野当中 你们不要去跟着他 第三个 耶稣说 那些人同样说 看啊 基督正在内斩当中 内斩是什么意思? 跟你去fellowship happy 你不要跟着他们去 不要相信他 他们说的是甜言物语 不过 不要跟着他 他们甚至多玩几手神迹给你看啊 不要跟着他看 因为假的先知 真的有能力的 大兄姊妹 因为他背后有邪灵在他里面 假的先知 有时候必须要出一些神迹歧视 引诱你 那些你喜欢听的说话 你说有哪个例子那么好的 是吧 先 有些假的传道人来说 一些好听的说话 有啊 圣经有一个 不是一个 很多个 在耶利米先知书 第27、28章里面 有一个假先知 这个假先知叫做哈拿尼亚 哈拿尼亚这个先知 是很懂得做人的 当他同期的耶利米先知 和所有以色列民说 神已经将 你们交了在当时的巴比伦王 尼布格尼撒王的手下 你们要伏在他的控制之下 你们的颈上会背负巴比伦王 所交给你们的握 你们在这样的状态传活 一个很不喜欢听的信息 就是说 你们如果还想继续抵下去 唯有你们受苦在这个 尼布格尼撒王之下 才传有这样的信息 让当时的以色列民知道 以色列民根本不喜欢听这个信息 于是这个假先知哈拿尼亚就出来了 他奉上主的名 在众多的祭司和众民的面前说 从第28章的第2节到第11节里面 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没有事的 没有事的 两年之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耶和华神会斩断巴比伦王 加给你们的握 他们由巴比伦王所努力的所有器皿 你们都会拿回来的 不用担心 什么事情都会过去 以色列民 你们不需要担心 说一些很喜欢 很讨人喜欢的说话 弟兄姊妹 有时我做牧者 有时 可能说些说话 真的不是你那么喜欢听的 不过我很肯定 你不要期望在我身上 说一些只能讨好你说话的说话 今天很多传道人是这样做的 我不讨论传道人 我讨论我们自己 我们想听些什么说话 耶稣在这里说到 在末世的时候 你们要很小心去聆听这些说话 不要觉得他们有神迹显现 他们有很多大能显现 然后你就跟着他们一起去 甚至说到 哎呀 从东方来的了 有这个救主出现了 其实这个情况 是一些假的 片段的说话 我们看看耶稣想说这句说话 本身是什么 耶稣 第27节 他说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至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施首在那里 鹰也要聚在那里 耶稣说这番说话 说这个所谓 闪电从东边发出 是什么意思 是形容到 耶稣马上会出现的状态 如果他要回来的时候 他马上就会出现 不用你等的了 于是你不要在那里说 我还在做什么 让我先做主 让我先做一些圣工 然后我才来到 尚主你的面前 不需要 耶稣说给当时的门徒知道 如果我真的会回来的时候 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不过我至少 我告诉你 你要立刻准备来跟随我 立刻回来到我面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好似 施首所在那里 鹰也聚在那里 好像很负面 这个证实 讲过你喜欢听的 好吗 或者容易了解 烏鹰撩蜜糖 明白吗 烏鹰撩蜜糖 是什么意思 不用很简单 那些烏鹰 你放在蜜糖 很快就有烏鹰走出来 是形容着信徒 快速回到上主的面前 就好像你看到一群的 那些麻雀仔 你想那些麻雀走到你那里 很简单 你扔一些面包 一群都飞过来 当然我鼓励你不要这样做 弟兄姊妹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一切 其实告诉他 信徒在这个末世里 有很多灵性上的挣扎 有些人在这里等下 有些人说 我信主很平安 有些人说 我信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三教九流的 什么的说法都有 回来听一下耶稣这番说话 到末世的时候 你会面对很多的刁难 你要进行上帝的说话的时候 有人会去指控你 甚至有时候 你上次回来的时候 哪个是前 Priority 哪个是先决的事情 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还是我们只是喜欢听一些 信仁性的信仰的宣告 会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 旧约的假先知 哈纳尼亚一样 整段的圣经想说给我们知道 作为神的子民要好好预备 随时回去上主的面前 因为他回来的日子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 他要不告诉你 当他不告诉你 你就好好预备 怎样预备 下面一连串的比喻 会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 但是 我们又没有这份 这份毅力 而这份毅力从哪里而来 不是靠我们的己力 而是靠我们所珍惜的 这个属神子民 选民的身份 所以整段的圣经 核心就是摆在这个选民的身上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神的选民的一份子 原来是一个 原来是一个 能够招聚神的子民 回来向上帝 招聚聚会的一个动力 而这个已成为上帝 审判这个时代的一个原因 看似好像要摧毁这个世界 审判好像要千地毁灭 而不是 其实是一个 耶稣基督和上帝 圣灵一起重建 提供一个 新天新地 给祂的选民 的新的开始 要一起和新地透透过 慈悲天父 多谢你给我们 在这段圣经里面的体见 末世的境况 其实是因为罪 在人间里面 不住的扩展 祝福到我们在这个罪恶的里面 甚至有时信徒也可能被骗 耶稣明白 耶稣明白 他的门徒的遭遇 马太明白他的读者的遭遇 今天我们作为神你的子民 有幸你将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将他寄下来 让我们可以同样知道 求你的帮助带力 不要妥协在这个世界当中 是困难去面对 但让我们紧紧地 紧靠你 度过每一个 要按照主旨意而活的生命的决定 所带来的结果 或是满怀挑战 或是需要付出 让我们仍然心智不离上主 求你的带领帮助 祷告奉靠主耶稣祝得圣灵自救 阿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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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